大家平安 很开心能够在结语零声的灵州分享里 一齐来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题目是《轻轻听》 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记得有很多年前 我去过纽西兰和澳洲 见到很多羊 当时羊正在吃草 就好像诗篇65篇13节 他说草场以羊群为衣 又好像棉皮盖着的小山幽 很漂亮的图画 那里的羊很悠游的生活 我又想到诗篇23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的确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带领我们经过高山低谷 使我们躺落在青草地上 在溪水旁 我真的很感恩 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在这里我们看到羊很需要 木人的照顾 关系很密切 其实意思是指主耶稣 他听我们的声音 并且认得我们 只管放心跟随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认得你木人的声音吗 原来羊不跟陌生人走的 只是喂养那些 他才听他的声音 同样 我们也需要这样有敏锐 去听主的声音 跟随主的脚中行 又或者你仍然未认识这位大木人 今天很想跟你们分享 有很多弟兄姐妹和长者 都经历到耶稣 是我们的木者 在疫情的艰难时期 仍然渴望的要回教会 要敬拜神 要紧紧的跟随主 主是我们的好木人 他不会撇下我们 圣经里面说 如果有一百只羊 有一只走迷路 他都会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面去找迷路的羊 还有在样福音第十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他向我们说话这样说 他说 求天父帮助我们 相信他事事对我们说话 求你赦免我们的环顾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听见 曾几何时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 我很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 连我的电话铃声 都用以下的诗歌 轻轻听 其实很想有人打电话给我 好像上帝跟我聊天 但我知道每天我们都可以 经历神同在 藉着每天我们读经 祈祷 灵修 亲近神 我相信我们亲近神 神都会亲近我们 祂是随时向我们说话 只要我们轻轻听 诗歌提醒我感动我 祂说 细细说 轻轻细细说 因为知道我的木人在细听 我心里就得到那份 上上而来的平安和安慰 轻轻听 欢喜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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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知道我目印在誓聽 上帝你是我 讀一生明光 讓屬你 知道清楚聽你誓 莫養引導我 輕聲教導我 一生聽你誓以共對應 細細聽 輕輕細細聽 聽聽你誓 我以共對應 細細說 輕輕細細說 讓知道我目印在誓聽 上帝你是我 讀一生明光 讓屬你 必清楚聽你誓 莫養引導我 輕聲教導我 一生聽你誓以共對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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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